Hello大家好,我是潘大帅,欢迎收看本期大帅的实况狩猎视频 地图是永眠镇 这里的话第一个点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调香师,可以啊 还有个祭司,那也不错 抓的话还是抓调香好了 祭司的话有洞,比较讨厌的 这边香水,看他 往这边来的话先补一个眼 这位置看出来,我可以隔墙打无认 这边傭兵也在 转过来,好,这样的话有一个神位 他应该是要浇香水的 哎呦,这一刀漂亮 nice了 这一刀让他吃了一个实体血亏 这香水可以啊 这把,本身这个局不是很好打 破了吧,破了吧 板子破了,冰冰往后走了 抓调香师能保平 但是不一定能争胜 得看待会儿倒在哪个位置 我的我的我的,这把没打好 有点上头 这条是操作可以 但你也就三瓶香水 无人无秒钟 哎,终于让我也帅气了那么一下下 等 这波 有一刷一刷条式操作真不错 可以 我这里花的时间有点多了 花的时间有点多了 整一个祭祷节奏是非常差的 然后待会儿用兵来救一波的话 他还可以跟那个心理学家 对吧,吹一波笛子 吹一波那个 对吧,那个那个那个什么 这里看他们打一波双岛了 就看这波双岛了 身为上面不想让 跳护臂 跳护臂的话 祭司刚刚从这边绕过去 他要救人,他要救人 我乌刷打掉 我也不能让他这边有这个洞 这个洞的话 祭祷师他这边有可能能2-6的 来,博弈一个震慑 没能成功 乌刷甩 好的 然后再来追个双岛 可以 这样的话,双岛打完以后 这个局基本上平局能保下来 但是由于前期这个跳护尸 确实操作可以 我这边的话 整个局面不是特别好 还是一个平局 挂的话 大家记得这张椅子挂了 特别容易被祭司去换 那么我这边的话选择 因为我带了那个底牌的 所以说我有浩克知道 签人比较快 我挂了这样一层面 然后看一下最后的机子 最后的机子 这里 这个洞真反 最后的机子应该是选择 修的是独洞的机子 我先来做防守 这边先做防守 祭司来了 祭司来了 也拿他没办法呀 他打洞过来的我有啥办法呢 来不住啊 等误刃等误刃 来了来了来了 他这边有点犹豫 我机会 他这边就是有点犹豫 机子的话 机子的话 这边没有动 没有动 往前赶一赶 留个底牌 待会儿看情况 切传送 挂飞车 提供师 扮着宝瓶打就行了 因为我没有带挽留的 所以这个局 想要真是挺难的 这里的话 应该是在吹 口哨了 还行 还行 那边的话 我这里 佣兵的话 应该是户必不多了 一刀 哎呦没打过去 打完了 还砸个板子 看机子 因为我开局 踩的板子比较多 所以这里的话 还可以接手 再追一刀 追完以后 切传送 看能不能守住 机子亮了 不过这亮的 还想要用必要倒的 他这个机子亮的 稍微的 有那么一点点 给我机会了 感觉 这波传送 他其实我过来 是没有那个 能力快速秒掉他的 巫人双刀 他其实也可以再亮的 等佣兵等一下 不着急 好的 这样的话 祭司可以跟佣兵 拉个大洞 佣兵岛的位置 应该是靠近这边的门 所以我就挂这边附近 然后来找一下这佣兵 祭司的话 应该再点门 我这边来找啊 佣兵能不能找到 看一下 找不到的话 还是奔着宝瓶去 因为我没有挽留的嘛 这个局还不好说 我得往后去拦 万一祭司是选择过来 打洞就这边的人 有二名了 注意这边有二名了 往这边过来 好好看见了 来 哎呀 这里能不能捞下来 捞下来 哎哎哎哎哎哎哎 我打针对 先打针对 打完针对以后呢 可以不要挂 误刃9秒钟 先过去打一刀误刃 把他的洞逼一逼 他翻 能打中吗 打中的话就追 打中的话就追 因为打中的话 我这边传送待会儿好了 看一下 蓝好像有机会能拦得住 嗯这里 要冲 误刃3 哎门没开门没开 不好事啊 心理学家起来了 这佣兵因为是教自己的 所以说祭司不去 摸他的话 他是起不来 心理学家位置我们是知道的 那这边的话 沿着 留着传送啊 这边门没开 我留着个传送 然后往这边打 排一圈 这边的耳鸣有没有 没有的话 应该是去独斗那边 要去摸 或者在这边点门 摸人 再摸人 再摸人的话 我往这个方向来了 过来排 嗯 好像在这边2楼 看你佣兵了 佣兵的话 应该是要过去捞祭司 但是我这边的话 先处理掉心理学家 他就教自己的 直接传送就行了 拦住佣兵 完成一个翻盘四抓 这个四抓的话 还是这手密码机量的 有点炒帅了 因为我传过去 他怕 其实没必要怕 他满状态 当时他是满状态 我秒不了他的 不过这把这个 挺要失去 是 操作有点好 感谢大家的 本期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有点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